大家好,我是雷门 《水星的魔女》第16话,大家都看了吗? 《风铃钢弹》是如何诞生的,终于在这话紧密 苏莱塔以外的人,如果搭上《风铃钢弹》会如何,之类的描写 全部都在这话中揭晓 本集也是情报量很大,非常有趣的一回 咪咪与苏莱塔在第二季第一次见面了 他们能够互相理解吗?还是加深误会呢? 普洛斯佩拉的复仇究竟是什么呢? 那个粉毛变长的古尔鲁回来 究竟它会帮助迷迷走出困境吗? 本集也是非常多看点的一话 让我们一起来看这第16话吧 这支影片将包含目前未知的所有剧情 还没看过本片的朋友 建议先看本片再搭配本影片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欢迎点赞加追随 那么进入正题吧 在第16集开头 普洛斯佩拉与贝尔对话的片段 普洛斯佩拉说 爱丽的身体编码与数据风暴完全同调 在第0集当中 爱丽成功开启普洛斯佩拉当时叫做埃尔多拉 也无法达到Layer 33 脸上发出蓝色的数据风暴 正是完全同调的演出 之后 普洛斯佩拉又说爱丽的幼小的身体 无法承受宇宙的残酷环境 所以为了让爱丽能够在宇宙中生存 利用数据风暴的网路构造 转移了身体编码到魔灵钢弹中 爱丽失去了身体 获得了名为魔灵钢弹的新身体 爱丽与魔灵钢弹的融合正是风灵钢弹 但现在的爱丽是像帕梅特粒子一样的存在 只能存在于数据风暴之中 要是没了风灵钢弹 马上就会崩解于现实世界 为了让爱丽能够自由地活在世界上 必须要用到帕梅特刻印8以上 这摩一来就能够把数据风暴的领域扩展 爱丽就能够自由地活着 这边普洛斯佩拉说了 能包我的王吗 贝尔 平凡无奇的一句话 但大家听得毛骨悚然 普洛斯佩拉所追求的目标 已经跟Gold Format人体扩展的运用 毫无关系了 违反了瓦纳迪斯机构的理念 因此贝尔梅利亚拒绝了普洛斯佩拉 但普洛斯佩拉一句话反打让贝尔崩溃 贝尔所制造的强化人士 也是违反瓦纳迪斯机构的理念 大家都一样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念 付出了很多代价 现在代价都是别人在乎 总有一天自己要还债 普洛斯佩拉最后一句你也是逃不了的 或许也暗示着 普洛斯佩拉还是有良知 知道自己在做不该做的事 总有一天自己也要还债 为了女儿 再多的牺牲都愿意做 艾莉的意识 希望妈妈大模作吗 第十六话最可怕的演出 莫过于这段 伊兰五号被下达了夺取风铃钢弹的指示 五号偷偷潜入风铃钢弹 风铃钢弹居然出现了拒绝反应 伊兰五号进到了数据风暴的意识世界 眼前出现了盼若苏莱塔的小女孩 身边还环绕了11位同样外表的女孩 就跟Gumvit的树木一样 伊兰仔细一看发现 她们并不是苏莱塔 女孩来到伊兰面前 一句话已不能 将伊兰赶出风铃钢弹 为何伊兰五号被拒绝了呢 第一集 咪咪也曾经驾驶过风铃钢弹 伊兰四号也成功驾驶风铃钢弹 但都没有产生拒绝反应 为何唯独五号被拒绝 看网友的留言 大约分成两态 第一个 咪咪在驾驶时 使用的是苏莱塔的手机 伊兰四号也是用苏莱塔的手机直接操作 所以 没有被艾莉判断成敌人 第二个 无论是咪咪或是伊兰四号 都是对苏莱塔抱有好意的对象 所以 艾莉才没有拒绝 我认为 或是是情况改变了 艾莉在先前还是沉睡的状态 但是在决斗的过程中 塔梅特刻印逐渐上升 现在艾莉的意识已经觉醒 或许现在 只有苏莱塔能构架石风铃钢弹 也说不定 如果大家都能开钢弹 那苏莱塔的存在意义为何呢 这也是我认为 苏莱塔作为主角 除了听妈妈的话以外 唯一的价值 究竟苏莱塔有多听话呢 这一话 苏莱塔与米米终于见上了一例 原本以为是 解开心情的重彤 但我错了 米米看到苏莱塔之后 会之前说苏莱塔是杀人犯 以杀了人爷的事情道歉 米米明白 苏莱塔是为了救自己 不得已才干了那样的事 所以 道义上 不该责被苏莱塔 结果苏莱塔一听马上 眼睛发光说 妈妈果然是对的 自己果然做对的 米米听了 马上满脸问好 米米的意思是 苏莱塔为了救人 所以不得已才杀了人 但是苏莱塔却 合理化了这件事情 为了救人的话 就可以杀人 米米这时发现了 苏莱塔的价值观 跟自己实在是天差地人 问了如果妈妈 要你用钢弹杀人的话 你也愿意吗 这边苏莱塔一连串的反应 先是惊讶 再来是困惑 最后露出了微笑说 愿意 只要妈妈正我说 其实在上一集 苏莱塔也指责过苏菲她们 怎么可以用钢弹杀人 代表苏莱塔知道 杀人是不好的 这边苏莱塔也困惑了 但牵扯到妈妈时 苏莱塔的思考 就会产生暴露 妈妈说的一切 都会变成是正确的事情 因为是妈妈说的 或许苏莱塔的思考 已经被植入了暗示 只要有违背妈妈 所说的事情的想法 思考就会自动被屏蔽 然后普洛斯佩拉灌输的概念 就会优先覆盖 米米知道 跟苏莱塔谈已经没用了 马上跑去找普洛斯佩拉 米米质问普洛斯佩拉 究竟要让苏莱塔做什么 米米表示 绝不会让苏莱塔成为 普洛斯佩拉的人偶 这边普洛斯佩拉拿手的 论破模式又来了 所以呢 你要把苏莱塔当自己的人偶吧 就像你爸一样 米米吓了一跳 普洛斯佩拉跟米米 谈了过去发生的事情 在过去 戴林格大义名分地 用魔女狩猎为理由 进行了大虐杀 让普洛斯佩拉一家人 家破人亡 普洛斯佩拉现在的动作 看起来像是放弃了复仇一样 但这一切 或许都是复仇的意外 不只帮助戴林格 还希望米米继承戴林格的计划 在戴林格不在之后 下一任集团的总裁 要重新选举 普洛斯佩拉要米米成为下一任的总裁 并说了一句话 你可以的 因为你是戴林格的 沾满鲜血的女儿 我认为这边暗示了 米米也有特别的绅士 为什么戴林格从不跟米米讲过去发生的事情 自己一个人搞一堆事呢 这不是跟普洛斯佩拉 不告苏苏莱塔真相是一个样子吗 大家不要忘了 米米也是能够操控风铃钢弹的人 说不定米米跟苏莱塔有什么共同之处 在片尾曲中 米米的眼睛发光的片段 也是非常让人在意 在片头曲祝福的原作小说当中 普洛斯佩拉说 风铃钢弹 去血缘参加决斗吧 大家看着吧 我的女儿们会帮我们的复仇的 参加决斗 苏莱塔与米米结婚 得到米米 一切都是普洛斯佩拉复仇的意怀 说不定米米跟苏莱塔一样 都是寂静零号计划寂静的关键人 因此戴林格才跟普洛斯佩拉一样 都引发了事实 究竟普洛斯佩拉的复仇 与寂静零号会如何做连结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古尔变成帅哥回来了 相信之后将会进入 总裁争夺战的篇章 古尔会帮助米米吗 还是自己成为总裁呢 非常期待接下来的发展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的内容 若是大家有甚么感想或是预测 欢迎在留言区评论让我知道 你的留言是我制作影片的动力 和重要的参考指标 我是雷门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